另外看到臺灣跟日本的執政黨 民進黨還有自民黨 昨天舉行二加二視訊會談 主題就是針對經濟安保 日本自民黨外交部會長佐藤正九表示 支持臺灣加入CPTPP 左團強調自民黨在選舉公約白紙黑字寫下 歡迎臺灣加入CPTPP 也希望臺灣可以放鬆 對福島核實的限制 我方是由民進黨立委羅志正 以及邱志偉代表出席 這場視訊會議談到說 希望臺日半導體供應鏈能有更多的合作